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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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可以带你们去看一看我的冰箱有什么变化没有 好 这个就是我现在的冰箱 它看起来还是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外观就是很多冰箱贴 很多冰箱贴都是我或者我朋友啊 从世界各地带回来的 这个是敦煌的 台湾的 进来看看吧 进来看看 还是一个很 很拥挤的冰箱 第一层 上面第一层 全都是蔬菜 我是不是最有的什么 农场 各种蔬菜积在一起 因为要囤一些蔬菜 在家里吃 因为蔬菜消耗量还挺大的 第二层 我妈妈给我寄了很多很多脑胶 她在药店里面 自己买了原材料 然后帮我做了 熬制成了 我之前不是 衣箱里面装了很多胡萝卜吗 现在没有胡萝卜 因为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自己脸色比较好 后来我去看医生 医生说我可能是胡萝卜吃多了 这是我今天中午 没吃完的半个苹果 然后还有南瓜 柠檬 黄瓜 这底下原本装了一百多个鸡蛋 是我外婆寄给我的 吃完了 这些三个月全部我吃完了 一百多一次蛋 旁边很乱 有奶 粘 没啥了 这里 一大袋红枣也给我吃了 只剩这么多了 我真的很努力的在补身体 底下是个鸡蛋超充满的鸡鱼 放了两片灵魂 是用来去除冰箱里的气味 这个巧克力 还没吃 省不得吃 还有一层 还有一层里面是虾 虾和鱼 那个冰箱呢 不是我吃的 不知道是哪位 买来放在冰箱里的 算了 不解释了 就是我吃的 拜托了冰箱的十年之约 很快就要迎来第二个五年了 希望何老师和佳儿哥能够在这个节目里面 一直玩得很开心 开启更多有意思的冰箱 哦 还有几个大厨 好想跟你们学做菜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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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